哈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Aaron老师 我们又见面了今天老师要教你们数学 五十以内两位数加一位数不净位加法数式 老师也会教你们怎样写成数式 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 十一加二等于多少呢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成数式 你还记得之前老师教你们十位各位吗 所以我们就把十位各位写下来 然后我们要怎样把这个写成数式呢 我们就打直的写 打直的写我们就会把一写在十位 另外一个一我们写在各位 然后呢二写在哪里呢 因为二只有一位数 所以我们就写在各位 OK各位这里 所以我们就写加 然后画一条线在这里 一条线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题目要怎么加呢 我们就看这里各位这里 一加二等于多少呢 小狮子就是一 就是这个代表一个 那我们看二 那我们就画大狮子有几个 好吧 我们就算一 二 是不是等于二 所以我们这边 小狮子有一 大狮子有二 一 二 所以如果一加二等于多少呢 我们就算一 二 三 所以一加二等于三 所以我们这边就写三 好不好 写三 那这边十位怎么办呢 这个一十位 所以我们就把一抄下来 OK 一抄下来 所以就画一条线 所以答案是等于十三 好不好 十三 明白吗 所以十一加二等于多少呢 十三 好 我们就看另外一题 二十二加五等于多少呢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数式 就是打直的写 我们十位各位 那我们就把二写在十位 另外一个二 我们写在各位 好不好 那这个五这一位数 我们就要写在各位这里 五 好不好 那这边写加 画一条线 那现在要加 二十二加五 对不对 那我们算 这里看个各位先 有几个这边 二 所以我们就画 这个恐龙这边 一 二 有两只恐龙 那五在这边 那么就画 皮卡猪 我们画皮卡猪 有几个皮卡猪 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个皮卡猪 OK 五个皮卡猪 所以二加五等于多少 那这边恐龙有两只 皮卡猪有五只 那我们就二加五等于多少 那我们算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所以恐龙加皮卡猪有七只 二加五等于七 那这个二在十位怎么办 把它抄 下来 二 好不好 然后我们发现 二十二加五等于二十七 二十七 明白了吗 二十二加五等于二十七 那我们再看下一题 三十五加四等于多少呢 三十五加四等于多少呢 所以我们也是打直的写 十位 各位 那三写在十位 五写在各位 然后我们四一位数我们写在各位这里 好不好 那我们写加坏条线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五 这个五 三十五加四等于多少 那我们看五我们就画老虎好不好 老虎我们就写 我们就画五只老虎 一二三四五五五 啊五 那我们四呢 我们就画 Winnie的铺 我们就画几只 一二三四 因为这里有四嘛 五只老虎加四只 Winnie的铺 那有几个呢 全部有几个呢 所以我们就算 一二三四五 六七 八九 所以我们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所以老虎加Winnie的铺 有九 啊九 好不好 那五加四等于九 那这三怎么办呢 在十位就把它抄下来 坏掉线 所以三十五加四等于三十九 好不好 OK 四十三加五等于多少呢 所以我们把它打直的写 数是十位 各位 那四写在十位这里 三写在各位这里 所以五就是一位数 我们写在各位 那加 那加 画一条线 那我们要看 这里四三加五等于多少 那我们看这里有三对吗 各位这里有三 我们就画 你看这谁 Nobita 然后我们就写 三 画三个Nobita 一二三 好不好 那我们五个 五个谁呢 加五个谁呢 我们就画Doraemon 一 二 三 四 五 啊 有五个 Doraemon 所以 三个Nobita 加五个 Doraemon 有几个 八 好不好 八 你算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对不对 所以八 所以四在十位怎么办 抄 下来 换一条线 所以四十三 加五 等你 四十八 四十八 好不好 好 同学们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们有不明白的话 记得 你们问老师 所以老师会给你们做业做 记得要努力的做咯 加油 拜拜